而说到饮食外浦区的马明国小 推行食农教育将近两年 曾经有学生因为接触种到开始 对米食感到兴趣 希望可以吃遍各国的米食料理 校长便决定让孩子借由稻米看世界 这天是举办了一国米食活动 让孩子们用自己种的米 制作出义式与法式等不同风味 除了落实稻田稻餐桌的精神 更希望借此让学生认识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 培养孩子的世界观 孩子们将裹上蛋液的米饭放进模具中定型 接着摆上田交与起司准备放入烤箱 外浦区的马明国小 这天举办世界米食料理活动 希望让孩子感受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 借由稻米培养世界观 曾经我们的小朋友 他的愿望跟梦想是说 他要吃遍世界各地的米食 那我们今天就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小朋友来达成他们的愿望 把小朋友收成的稻米 来结合 意大利跟法国他们的料理手法 来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做一个义式的米饼 跟法式的米丸 是我们马明国小的创意 米食创意 好吃啦 一定好吃的啦 可是有一点困难啦 忘记先把手弄湿 弄得满手都是范粒 在等待米饼烘烤的过程中 大伙把白饭铺在手上 将南瓜 马铃薯 绞肉制成的内馅包进饭团里 淋上老师的特制酱汁 法式米丸就完成了 从没想过每天营养午餐的白饭 能有这样的创意做法 孩子们觉得相当新鲜 也对于自己亲手种出的作物 感到更加自豪 把米放到手掌上 然后把它压扁 然后再把线放进去 然后再把它用成圆形 然后再加上一些料 加上一些砖饰 这样就很简单的完成了 自己种的米吃起来很好吃 又非常的甜 很简单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种的米可以做出 这么好吃可口的东西 起司融化在米饼上 看起来相当可口 孩子的脸上充满期待 社长表示除了让学生亲自下田种到 校方还举办一系列米食讲座与活动 希望借此让食农教育更加多元 使用自己生产的食材 做出异国美食 除了落实倒田倒餐桌的精神 更希望带领孩子从稻米看世界 好吃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导